家园没了更希望其实他们的亲属呢 其实都还能够平安 不过呢下午一个最新的画面 但你看到在高雄贾仙乡公所 现在这边是临时的讯息发布中心了 而在这里张贴找到的这个小邻村村民的名单 但是呢却有人怎么样都在名单上面 找不到自己的家人 当场是痛哭失声 我们透过连线来看看稍早状况 我们姓邦的家人都没有出来 你们都是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 好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妇人 大家问她说在村里头还有多少的人在里头 是她的亲属 她已经是难过哽咽到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名单上面平安的人里头 没有自己亲属的名字 现在这个妇人是当场的哭倒在这边 不过呢这整个后续的救援状况 还是要持续的来带您关心